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在你身边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柯文哲市长10月10日至10月16日的新闻 10月10日台北市长柯文哲10日出席 109年台北市国庆升旗庆祝活动 他在致辞时感谢每一个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辛苦的第一线防疫人员 协助市府防疫的企业及民间团体 以及每一位国民的合作 让我们平安度过疫情 2020年大概在整个年度 我想最重要一件事情还是新冠肺炎 COVID-19 所以在我内心里面要感谢人很多 包括在第一线防疫的医护人员 要不是有他们的话 我们不能过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 那我们要谢谢很多民间团体跟企业 在这段时间给市政府的帮忙 不过当然最重要是防疫是每一个国民都要去合作 像我们在做公共汽车或捷运 纯粹只靠政府下令戴口罩 也需要国民的配合才做得到 所以到今天我们台湾在整个疫情当中还算是平安的度过 要感谢人实在是太多了 能够大幅减少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当然 我们也是讲说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 所以我们这种市场的改建 社会住宅的建设 我们还是会继续进行 那今年其实刚好也是台北市 社士百年 他就在上个礼拜办过的纪念活动 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市长 议长都愿意来参加 这也是台湾做一个共融社会的一个起点 那也要在明天还是放假 邀请各位视频朋友到西本院士 还有我们的西文大运动馆 那里面还有我们社士百年的一些展览 欢迎大家去参观 也更了解台北在过去一百年当中的进步 至此结束后 柯文哲市长走向广场上的帐篷 发送北市府独家限量赠送的 第六代翁翁翁包 今年首度开放线上登记 民众不用在彻夜排队 柯文哲逐一发送也与民众合影 感谢大家参加今年的国庆升旗活动 台北市政府还准备 红蓝两色的双十特制版 餐店免费发送 希望早起嗡嗡嗡来升旗的民众 都能留下美好回忆 10月11日台北市长柯文哲 11日来到位于大道城街区的永乐广场 为2020年新文化运动月活动节目 同时市民朋友预告2021的文化大事 那就是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百周年 柯文哲也亲身走访迪化街特色庙宇店家 带领市民朋友一同体验 专属于大道城的历史文化 这是一个充满了历史跟文化的地方 你知道 在这个地方我特别有感触 我记得2014年 我就在旁边的这个蒋贝水祭天公园 宣布要参选这个台北市长 当时相当简络你知道 就挂起一个布条你知道 上面写的就是改变台湾从首都开始 改变台北从文化开始 我一直认为一个文化的提升 可以增加我们台北市的价值 那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为止 台北市政府已经把2098件的东西 列为这种在中国文字会的认定要予以保存 这当然有有形的资产跟无形的资产 有形的资产包括古籍、历史建筑、纪念建筑 还有这种聚落建筑 无形的资产包括这种传统的表演艺术 还有工艺甚至口述的传统等等 我们都把它保存起来 我们台北市有个叫五加三计划 五加三计划就是说我们叫吴维强博物馆 过去博物馆的概念就是 那我们就盖一个建筑把东西放在里面 就叫博物馆 可是慢慢的所谓吴维强博物馆就是说 我们认为整个文化 它不是放在一个房子里面 它是在一个社区里面去保留 所以这个概念叫吴维强博物馆 就是整个社区都是我们的博物馆 那我们从这个 这个北投的温泉开始 到我们这个大稻臣 到我们现在叫城北郎代 再到万华孟甲 到我们那个城南台大 但是我们这所谓 当然加三就是我们这两年内整个台北市政的重心 北流北义大巨蛋 北部流行音乐中心 大概在上个月大家也有去看过 我们白做之业就在那里举办 另外一个是台北艺术中心 在建南捷疫站对面那里 那个到明年四月会完工 大概花一年的时间 让它整个可以慢慢地把它开幕起来 另外就是送缘的这种大巨蛋跟这个整个规划 知道我们从疫情上看来 我认为大概两年内这疫情不会完全结束 所以我倒觉得利用这段时间 把整个台北市的文化底蕴做好 把这个旅游品质 深度旅游品质做好 像即使我们在这短期内 也可以提升国内旅游的人次 更重要的是 大概一年半以后 整个疫情开始趋缓 国际旅游开始恢复的时候 我们可以以更 更有品质的这种文化 更有品质的光光的水准 去迎接外国客 这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我们今天 办这个 这个 新文化运动院 其实也预告一件事很重要的事 就是明年 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 这个在台湾的文化史上是大事 我们大概要花一点时间来准备 另外一个时间我们利用这个 5加3计划 逐步的去把整个台北的旅游提高 10月13 台北市长柯文哲 13日下午出席 109学年度双语教育论坛 他指出台北市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 双语教育和国际教育是两大重点 前者的关键是师资 必须按部就班 做长远的规划 后者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但只要有机会 就尽量让我们的学生出去 让国外的学生进来 从小培养国际观 台北市是在2017年 从东兴国小跟文昌国小 开始示范这个双语教育 这个故事是这样 2016年我去新加坡 当时有拜访他们的教育部长 我问他说新加坡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国家 他的秘密是什么 后来他们教育部长送我一本书 就是李光耀传 他说那个秘密就在这里面 他说新加坡花了28年推动双语教育 我当时还问他说为什么要28年 我后来一直不懂 不过现在我推行几年以后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那些老师 我们现在原来在教的老师 他要等到 即使我们有新的老师进来 就老师还是在那里 所以慢慢要 这个要慢慢替换过去 所以要花28年的时间 不过 不过我们想我们 有新加坡的经验 在推动 也许不必用到28年 可以快一点 2017年我们选了两个学校 东兴国小跟文昌国小 再来6个学校 再来13个学校 那现在是28个学校 等到明年我们是要推动到49个学校 到时候有35个国小 跟14个国中会推动双语 在过程当中 我们要当然有一些要做准备 第一 首先我们在去年 在永基国小成立了双语推动办公室 来统筹有关双语教育推动的所有问题 下一步就是私自的培养 事实上我们在推动双语教育的确最困难的是私自 老师的训练要实践 后来我们有决定 我们有决定说每一年新增的老师 要求要有双语能力的百分比 我们现在是设定40%的 另外一个是教材 教材我们当然从低年级的这种建体课 生活开始甚至体育课开始开始作息 那这教材也是每年之后是编几册 也没有办法说一下子把从国小到国中高中全部编完 慢慢的我们一步一步从专案办公室私自的培养 教材的培养国际文凭的推动 一步一步一做 当然我们也谢谢语言训练测验中心 在研发教学评量工具 因为教的总是看一看到底教是有效果还是没效果 所以还叫一个培养 我们在未来的时间还是会加速完成整个学校的依法 无现金交易 田园教育我们还是会继续推 然后智慧教育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这个库克云我们会再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Anyway 这个双语教育是我们全部教育政策的一部分 那我们已经有一定的水准 那我们知道在现阶段我们有受到失支限制的障碍 所以没有办法去处扩张 所以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我们看看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些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台北市长柯文哲十三日出席 北北基尾道路网政策沟通平台 起始会议共事说明记者会 在南港跟基隆之间有换的回到运输 以前有各种做法 包括北一刀铁 北一支铁 台铁 基隆间轨 细琴临陈线 甚至还包括我还看过那个阪南线 峰天 新日线峰天 每一个看起来都有道理 三个学生没有道理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林家庄部长跟黄柏台次长 会组织一个类似说首度生活圈的这种交通的组织的平台 让大家可以把大家意见送的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在这个 现在这个基隆轨轨应该要升级成重力量 那因为我们的东西门户系统是在南港 不是在南港、南港、南港、南港 所以如果要延伸到南港 为了疫苗的交通应该会走地下 那 既然东央也愿意采用我们的疫苗 可是我态度这样 我们有疫苗的人也要付一点钱 所以我们到时候 如果走地下就要多一些费用的话 多出来的部分 非识乎都算什么 多出来的部分 我们台北市跟交通部 大家 就算个责数 如果是 盼元到时候增加预算 我们到时候有一个定格 扣到台北这边扣出一点 至于 北宜 高铁这个 好像大家都比较有共识 没有问题 至于说我们如果还有 環状线 或環状线 的争议 对性格的争议 我们到时候会请交通部在出面 比照目前这个案子 去面准备让大家有一个接触的执事 好 谢谢大家 10月14 台北市长柯文哲 14日 市岛捷运万大县 迦纳站 工程进度 他知道地方人士对迦纳站 抱有很大的期待 在致辞时也特别感谢 沿线居民 里长们的支援与忍耐 那我今天要来看 这个迦纳站 这个在有25公尺深 其实要做这个 麻烦在哪里 我们过去要做这种捷运 陛下管线有哪些都还不知道 所以这个管线的 重新整理 还有这个甚至这个排水相寒 是相当困难 那这个从这个 东原国家一直到永和 所以到时候前顿区要钻的是1700公尺 那要穿越我们新电溪的下方上过去 所以是相当困难的功能 最甚至利用在地底下 是17公尺 我们在捷运施工 居民都需要快一点 所以后来我就跟那个局长讲说 以后我们 以后每次 办地区说明会一定要两个版本 一个是说 我这些赶工要这么长 如果你这个基点不能开工 全部都列出来后 那施工时间就要延长 到底在很草跟工程快之间 要如何取得一个平衡 恐怕是以后我们 在捷运新盖 做这种重大工程的时候 跟在办地区说明会 要拿出来讲清楚 万华地区是台北市 发展最早的区域 以前在马尔市长的时代 有个口号 就全副线走线翻转 其实在我们到现在 执政六年来 这慢慢 有把它实现掉 那事实上除了这个 万大县的工程以外 最近 华中桥的改建 还有最近一个最大的工程 比如果菜市场跟驴市场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么庞大的一个 工程在这里在进行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重大工程的推动 有一个地区性的整合的看法 把要 顺便要修要整理的 一次把它处理 把这个过去所在讲的 旧城复兴 轴线翻转的 一个口号 可以把它实现 那 那今天来 等一下去看工程你知道 还是要谢谢 我们周围的 里民里长 在这个先进过程中 对我们的支持 还有忍耐 也许一时的不便你知道 但可以换取更长期的利益 在赴工地 试察完 捷运站体 开挖 支撑工程后 柯市长也送上水果 给捷运局同仁 打气加油 感谢大家的努力付出 也期许 也期许工程 如指如期完成 台北市长 柯文哲 十四日中午 赴台北市议会 国民党团报告 针对内湖安养中心 火灾造成死亡事件 说明处理方式 他表示 是否在事件发生后 以最诚恳的态度 反省 需要改进之处 并积极改善 首先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当然是 这是一个预算会期 所以我们要来报告 重大政策 还有政策型预算 六线法案 跟六线法案 我在等下各局处 在报告这些之前 我们针对内湖的 老人有这种 火灾丧死 死亡的事件 来做个处理 事情发生 一定是有错误 所以我们也会 是我们在 事情发生后 以最诚恳的态度 是来 反省到底我们哪个地方 需要改进 做错哪些东西 我们也会继续改善 那等一下 防治捷局上 会做更 詳细的报告 不过在詳细报告之前 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有做了一些 緊急的措施 那来报告 第一 我们有建立这个 单一窗 受理通报 所以 如果有人真的 要在检局的话 我们有那个 跨局处的 联合机场 从9月22号到现在 有7件的检局案 请进 我们就做电脑机材 其中有一件真的是属于 贵力的机构 那就马上处理 另外我们 卫生局的采纳 议员的建议 有建议 接受 吹哨者条款 所以从12月4号 已经公告 你知道 这个将来有检局的 我们那个 奖金的5% 会 划给那个检局人 吹哨者条款 另外 在 歇业的机构 你知道 那些著名的追踪 我们会 弱势 那这社会局 会处理 另外民政局 对那中 地收入户的 社会補助 个案的方式 也会做到 去世 那我们会开始 在选招民众要选择 合法的 立案 立案机构 那 社会局跟卫生局 被救全管的机构 做 辅导考核 还有做评鉴 长照业务 到底组织变质 调整 我们正在远 那关于成熟 是这样 内务区工所的 社会科长 申结一次 承办人申结两次 卫生局 检任 计证跟 长照科科长 各申结一次 那社会局的 称处 要10月14号 召开考机会 会针对老托科跟社工科 进行成熟的讨论 好大概先 讲到这里 谢谢你 台湾市长 柯文哲 14日下午 视察年底 将借完工的 内湖瑞光社会住宅基地 他强调 未来社会住宅的分配 将会依照社会的需求 和地区的特性 做不同的调整 让社宅 做更有效的调控 今年我们 总共有 9个社会住宅的基地要开工 我们已经开工了 7个 那将来还在年底之前 还有 玉城跟 京茂 两个基地要开工 那同样 我们今年有 5处的 公宅 完工 分别是 4月是木渣 社宅 8月是 明文社宅 那 10月 就这个月有 中南社宅 11月有 新旗员社宅 那12月的话 这个瑞光社会住宅会完工 那现在已经工程进入到95% 那长期大家都知道 他在抱怨内府 交通问题 其实 内府不是交通问题 内府是都市计划问题 因为当年人口在30年内 可以从7.5万变30万 可是道路面积完全没增加 或者说 30年造成的问题 就不要幻想 我们两年三年解决 我们可以慢慢去调整 所以将来我们这个社会住宅 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5%是给原住民 30%给弱势 然后其他65%才是一半户 那一半户里面有规定说 30%是所谓的在地里 那我们将来就是在不同的住宅 会调整按照需要 比方说这个地方是有设大学的 而且他数字不够 那我们那个就会 让那个学生 凑到机会可以大一点 那我们以这个 这一栋内府瑞光社会住宅 所以到时候我们如果在这个地方上班的年轻人 我们就可以 调宽 甚至可以到50% 那我们执行社会住宅到今天 你知道说有什么成就 最大的成就就是 我们现在盖社会住宅 里长会先来问说 我们这一里的 将来抽的那个百分比 能不能多一点 我们的社会住宅不再是零币设施 这种住宅我们也做了很多改进 进住的前一两个月 我们有一个 只要抱怨 一个钟头一定来给你看 六个钟头可以帮你修好 如果是需要备料两天 或者叫16号专案 我们这种比较激动的做法 也可以让这种入住的住户会比较满力 另外这一栋 建筑已经得过很多奖 特别是我们得过那个劳动安全奖 再拿过劳动部的这个 金安奖 那又拿到我们今年的 我们市政府自己的共同工程作业奖 那也是因为这栋建筑一直拿奖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想要 让他去参加这个 政府办的 金子奖的这个 比赛 我想是这样 在我们台北市可以拿这么多奖 到中央区应该还是会得奖 10月15日 台北市长柯文哲 15日参加 109年度重阳节系列活动 台北漫时尚你来说故事展览 除了与在场民众 欢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外 还参观展览中上百张老照片 坑哲对于早期的 相机街 中山桥风采 以及大哥大 股票机等老物件 都很有兴趣 不止仔细端详 还拿起来试用 我们在台北的开始 这么说一句 对于老人的概念就是 现在叫台北迷迷慢慢 慢慢变老 慢慢 就是说我们整个老的过程要 不是说我65岁 最后什么事都不要干 不一样 就说还是继续在这个社会上工作 或是继续组合再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在面对这个问题之下 我们要做一些哪些的变化 所以当时一开始我们那个 让台北市的长者 每个人都有那个480元 那个刷悠悠卡 其实当时会做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在科学上的研究就发现 你到65岁的时候 要预测你可以活多久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看你6分钟可以走多远 走得越久 大概以后就活越久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还是慢慢的 我们基础建设要做好 交通要让你方便 健保都有了 疫苗都让你打了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要老人要 我们的长者要走出来 你不走出来还是没有用 所以我们要办更多的活动 你知道吗 包括热灵学籍中心 老人农充中心 我们最近就在想 最近我开始在做这个体能训练 因为我发现 这个还不错 所以我们现在12区这种运动中心 我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是给明星人用的 没有特别为那些长者设计 这种老人专用的运动中心 我们最近在思考说 如何来 设这种小型的 给长者可以用的这种运动中心 每个礼拜 被运动三次 每次都被做到流汗的程度 这个很重要 怎么去做到 现在正在想 如果要设这种老人的运动中心 这是我们下一个努力的目标 好 希望我们能够让台北成为一个更 对老年人来讲 是一个更友善的城市 让大家可以过更健康的生活 谢谢大家 台北市长柯文哲 15日出席 金轮奖 颁奖典礼 柯文哲至此时表示 今年是第25届 台北市金轮奖颁奖典礼 我们创全国之星 新增了两个奖项 其中 资深典范职业汽车驾驶人 奖项 是为了鼓励 职业汽车驾驶人 维持长期良好行车习惯 作为其他驾驶人的楷模 另外 优良 交通安全团体奖 奖项 则是要表彰这些驾驶人 北市交通安全的贡献 那今天的奖项相当多 包括这个 资深典范 优良驾驶 交通安全团体 还有 有机车队 导物资工老师 还有 易交 其实要有很多人的协助 我们这样有办法建构一个 安全的社会 来达到我们所谓台北市这个友善城市的目标 我们台北市有超过3000样的公车 每天要服务130万人次的市民 其实我每天都是 7点准时做公车 到台北市就来上班 这个透过市长自己身体力行 来做公车 不过我还发现 因为我每天做公车 很多人都跟着来做 所以 所以让那20度公车多了很多生意 那事实上我们从 那个我们的1999就看到 那个 就是说 赞 赞扬公车司机的这种建树 这几年就慢慢上升 所以表示我们公车的驾驶 表现还是 其实是普遍受市民肯定 那当然还是有些 公车的事故 那我们还想办法来改善整个 这个驾驶的劳动条件跟 工作环境 公车司机很累 这我们都晓得了 工作时间长 特别现在 也不太容易找 所以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让我们的 公车司机有一个更 优良的工作环境 其实我们在市政府 我们针对交通安全 还是有很认真的在查 所以每个月都会检查 车祸热点 逐一的去改善 事实上台北市 以10万 每10万人口计算 我们的车祸死亡人数在 6度里面是最低的 而且几乎只有 有的时候 我看有的大概 只有其他县市的 4分之一而已 相当 当然一个原因是我们 我们用公共运出的 百分比比较高 另外一个理由 我想是说 经过这么多年下来 不管是领域交通改善计划 还有那个车祸热点的 滾动式的修正 每一样都慢慢的让整个台北市的交通安全的环境有在改善 那面对未来 这个 公车跟 计程车驾驶工作时间长的问题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改进 那 那当然最简单方法是提高待遇 待遇提高大家也不会是想那个 不过 不过是这样 我们还是要算一算 如何让整个公车的运作更有效益 是不是 我倒觉得这样 那个如果真的 做的人太少那些路线 班次检查什么 我觉得还是可以调整 当然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 去 我们不要受限于民粹 就是说 我们那种公车是有效的运作 我想这个我们可以 跟公车业者 更 务实的来解决 让整个效率提高以后 也不要让 司机这么累 我想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那最后我们要先 大家说谢谢 因为 这个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还是要靠 大家帮忙 不管是 公车的驾驶 甚至在 雨天 在马路上 直行 交通安全的逸交 有很多人我们需要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的协助 我们今天才可以跟人家讲说 台北市车祸 伤亡人数在全台湾是最低的 谢谢大家 10月16日 台北市长 柯文哲 16日出席 爱爱怨 施造子子表扬会 表彰施造子女士的贡献 希望借此鼓励大家立起 立他立社会的精神 也期望透过表扬 施造子女士 让台北台湾 成为一个更良善的社会 今天是来特别 感谢跟表扬 台湾的慈善家 施造子 施贤先生 他们一身 不遗余力的行善 在1923年成立 爱爱怨 院 前阵就是爱爱聊 那到现在 算起来就97年了 早期爱怨院是以照顾这些 孤苦无疑的乞丐为主 那后来他们也是响应政府的政策 台北市首家的民间老人安养机构 那今年更成为台北市第一家 使用这个社会住宅 来作为这个承造机构的 单位 目前我们中央政府的社会福利预算 一年已经超过5000亿 那其实我们台北市 这个社福的支出 达到了272亿 社会福利支出是一个 对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支出 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开始思考 如果透过公私协力 让他更有力量 我们常常讲说政府的力量有限 民间力量无穷 所以说公私协力来让这个社会福利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在社会里面还是要鼓励一个向山的竞争 就好像我们 在学校的教育里面 我在台北市这种教育几乎每一项都是 不管智慧教育 国际教育 那最近来讲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不可以遗忘 叫品德教育 因为还是透过品德教育 让整个国民有一种向善的精神 那所以 如何 公私协力 如何在社会的教育 鼓励一个向善的精神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谢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订阅并分享 开启小铃铛 以得到最新影片通知 我们下周见